弟兄姊妹 早晨 郝高永能够和大家一同来敬拜 大家都很期望 能够很快乐地回来教会 我相信应该是很快乐 当疫苗是很普遍的注射 我们能够更多的人得到保护 这段时间我希望大家继续小心 出入也要小心 注意衛生 安全 求神继续保守我们 在比较挑战性的时间 能够一同地在网上敬拜神 我们现在开始看《哥林多前书》 今天和大家看第一章 十八节开始 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想到加拿大 一百五十年前 我们开始的时候 以圣经 以主耶稣基督的教训 来建立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们的国家 都有一句话 《神有我土 自由荣康》 所以我们这个国家 开始的时候 以基督耶稣圣经为我们的根基 所以有很多圣经 基督教在国家当中的贡献 建立 树立 我们今天仍然看到 例如McMaster大学 是由浸讯会开始的 柳河是天主教建立 Western是圣公会 刚刚来加拿大的时候 几十年前 星期日 大家都是守礼拜 大部分商店 星期日都是关门 大家人去教会 之前不是很久的 以前的事 大家看到教会慢慢的 因为社会的改变 一些教会 开始注重社会的问题 关注 这些都是好的 但慢慢离开了教会 应该要做的主要工作 所以慢慢的教会 亦都去迎合世界的改变 慢慢离开了圣经 所以的教会 某一类的教会 亦都开始注重了 一些社会关怀 一些是 离开了基督的真理 教会亦都慢慢的 开始软化 在这里 过来不多的教会 有很多的危机 亦都受到世俗的 风气的影响 开始是说了很多的 智慧 不同的智慧的言语 而慢慢亦都忽略了 基督的十字架 我们需要世上的学问 但我们不能靠世上的学问 吸引人到上帝 世上的学问 演讲的技巧 只能够把人吸引到那个港元 不能够把人大到上帝那一处 所以一个教会的神徒家 Richard Neiberg 他说 A God without wrath 教会慢慢的变成 A God without wrath Bought men without sin Into a kingdom without judgment Through the ministrations of a Christ Without a cross 慢慢的教会变成 除了这个上帝 我们讲的上帝 是没有愤怒的 上帝是很容易的 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的 你做什么不道德的事 神都只是讲爱 不讲这个上帝的公义 上帝的愤怒 人是我们不敢说人有罪 亦是得罪人 所以说一些开心的事 先和别人坎过 confrontational 不行 我们不敢说将来天国有审判 审判不适合听 我们要讲包容爱 慢慢讲到基督的时候 也不讲十字架 这是很反映到一些教会的方向 希望我们的教会不是这样 当我预备讲章的时候 也看了一些教会的 过去在加拿大的发展 在2009年到2010年 两个很大的基督教中派 我不讲哪个中派 很大的中派 慢慢转去不再注重 讲到这个圣经的真理 最十字架的时候 这两个很大的中派 在这里的人数下降 以几十万下降 反过来在这段时间 2009年到2010年 福音派的教会 从33万的人数 加拿大增加到90万的人数 所以大致上 可能教会在这里收缩 但福音派的教会 其实在增长 所以证明这个福音 仍然能够拯救这个人 人仍然需要福音 在今天我们看的圣经当中 第十八节讲到十字架的道理 今天我们教会需要讲十字架的道理 我们不要失去这个目标 这个目标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对于走向灭亡的人来说 是愚笨的 愚绝的 我用圣经新译本 但对我们这些得救人 他是神的大能 所以有些教会 可能觉得福音不是最重要 要去做其他的 要去包容社会工作 但是今天我们教会 其他很多福音派教会 仍然觉得这是上帝的大能 这个世界慢慢的改变 科学的发达的时候 由人慢慢把期望放在科学 其他人的智慧当中 人开始慢慢相信这些 人是从一些其他 不是人 人不是神创造出来的生命 是变化出来的 生命是无中生有的 很多这些 我们慢慢影响到教会的持守 甚至教会也慢慢觉得 我们如何能吸引更多的人 来到教会呢 加拿大不是很多这些 所谓超级大型的 mega church 但在我们旁边 美国很多这些 大的mega church 为何吸引更多的人 所以有些教会就不再讲这个 十字架的道理 不讲人的罪 这个不合听 人来到教会是需要听一些开心的东西 所以一些 鼓励人的 所谓成功的 叫你能够做生意成功 有地位 有财富的 那些人对听 来到很开心 那些已经够惨了 人生 教会还给牧师 你不要犯罪 他在教会说些开心的东西 鼓励的东西 十字架的道理 向于灭亡的人来说 是愚笨 不合听 所以这个十字架是 英文是offensive 是得罪人的 不合我们听的 特别今天的媒介 当我看电视的时候 越来越多个电视 你回到这些 在十几十年前 都不可以出街 这些电视剧内容 但今天很普遍 慢慢地透过这些 电视的媒介 来改变人对于道德 对于圣经的看法 背道而至 很多的 当我看朱耶稣的时候 朱耶稣有没有因为 其他旁边的人 觉得他的道理 是confrontational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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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romise 他的真理 犹太人 犹太人需要神迹 希腊人 寻求智慧 犹太人很实际 他们要等一个救世主 尼赛亚 要用精人的大能 做一个印证 来拯救他们 中国人有点似 他们很practical 我们要求求哪个 哪个庙 哪个偶像 拜哪个菩萨 最靓的 就去拜那个 最靓的在香港 每个都要 第一次住香 要去那里 要去那里拜 不靓的时候 去泰国找另一个 哪个靓的 靓的意思是 给你有好处 那是靓的 求我一样得到的 哪个是 叫你得到好处 最practical 他们 好似中国人一样 他就去拜哪个 有一次去 旅游 跟着旅行团 旅行团 带你去看一些 旁大的 妙宇 去到那时 下车那些 都是些 中国人 旅行团 走到那个妙宇 在那里拜 我们知道这是什么 不知道 这么大座 那当然是好的 拜一拜 插香 好 我说 拜是什么 大座 不太吃得 猜太人 求神迹 要能力 要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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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耶稣復活这么简单 不合理 不合逻辑 教训耶稣可以得着永生 太简单 耶稣復活更加不合逻辑 他们辩论时不接受 找更有智慧 更深奥的东西 但保罗说我们传的 我们传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在犹太人看上来是一个半脚石 踢着你 跌下 这个不合适我们 犹太人 石头吐住喉咙 吐出来 不合适 搞乱当 外邦人 外族人是不合逻辑 不合逻辑 也不合逻辑 所以也不合逻辑 然而 圣经说 基督是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犹太人要找这个能力 就在主耶稣的身上 外族人要找一个智慧 这个其实也是在 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说到能力 和智慧 就都在基督的身上 你要找智慧吗 上帝圣经的启示 远超过世上所有所有 学物的智慧 是吗 我读这个博士的研究 我研究这件 研究很多东西 这个有什么不智慧呢 我们今天的科学可能是 很发达 但我们今天也是研究 上帝创造出来的东西 我们这么厉害 少少一个病毒 搞到全世界 都在惊恐 彷徨当中 很微小 一个 新冠状病毒 小孩看不到的东西 搞到全世界都乱闹 很少的东西 我们研究很多东西 但我们 都解释不到生命在哪里 这么简单 我们可以做很多什么 快支 航空母航 飞机 很厉害 但我们做不到 一条草 这么简单 我们毕竟做不到一条草 甚至不知道草在哪里 变出来 我们不知道 生命的源头 更加不要 死亡之后 不知生焉之死 更加不知道 所以我们以为很厉害的学问 但 圣经上帝的智慧 远超过人 圣经的智慧 就是人类智慧的进头 开词 这个 復活的大能 是远超过我们今天医学的 技术 是吗 远超过我们今天医学 我们医学 仍然 不能够 叫一个 死了的人 能够回生 死亡 无论我们医学多厉害 都不能够叫一个 死了的人 回复回来 只有主耶稣 从死中复活 不单他复活 他将来都能够 在天上有一个永恒的生命 所谓是否这一个 主耶稣的十字架 是一个 神的大能 神的智慧 犹太人找能力 就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 已经被他们看到了 但他们 miss了 因为他太自我 自我骄傲 外族人 找一个有智慧 其实有什么能够有 上帝 这个十字架 圣经当中 教导的智慧 更强 但他们都miss了 神就是用一些 在上来 好像很软弱的 这个十字架 好像很弱 这个是什么 领袖 今天找的领袖要strong 站出来很有气势的 很有气魄的 领袖 找一个弱的耶稣 被人打 被人欲骂 还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今天找一个这样的领袖 不是一个强的领袖 我们今天要找一个 是强的领袖 但上帝就是用这个 人看上来很弱的 柔弱的 主耶稣 这个信仰好似一个很柔弱的 不是要 抗争 要去 打人的 很强 就是一个 很柔弱的 十字架 基督的道理 但在当中 就是显出 上帝的大能 神都是用一些很柔弱 很卑微的人 用一些 神为什么不找一些强的人 找一个 厉害的领袖 找一个 做牧师 做牧师 做 教会的领袖 门徒找一些 厉害的 找得打得的 讲得的 有地位的 尊贵的 不是 神就是找一些很卑微的 在北美教会 其实是牧养教会不容易 好像牧师说 因为教会当中有很多很强的人 很多很成功的人 读过很多书的人 所以在北美教会 是不容易的 当中有很多强的人 神在这里讲 圣经讲到 神是用一些 智慧 不是很多的人 权势 亦不是很多的人 出生 不知道当中有哪位是贵族 或者是皇孙 有 我不知道 以前是 现在没有什么贵族 以前是清朝 是做官的 做贵族的 也不一定 以前我认识在教会当中 有一位都是 以前是清朝的 所以他的姓是不同的 以前是 这些贵族 今天我相信当中 应该不是很多是出生贵族 有权势的 不多 也有 绝对 不是教会 圣经 典帝那些 有智慧的人 典帝那些有权势的人 典帝那些有尊贵的人 绝对不在卫师 大多数 都不是黄竹的 大多数 大多数 门徒 都是很平凡的 一些人 神在 拣选了这些是很平凡的 从世界看来是很平凡的人 神在拣选了世界上 觉得是软弱的 叫那些 刚强的 羞愧 他拣选了很平凡的人 一些是被人 很卑贱的 我写了英文在这里 因为有些特别的意思 所以我写了英文在这里 卑贱 英文 Base things Agenies 就是后来译了 Genes 英文后来 Genes 就从希腊文 出来了 Genes 即是基因 这个卑贱 即今天我们的基因 英文字 在那里演变出来 即是很basic 可能悲战不是 太协设的翻译 是一个很basic 英文字 最基本 很基层 好像基因 今天我们用这个基因 很elementary 很basic 被人是轻视 看不起的 Despiced 还有那些 这个很有趣 算不得什么 这个希腊文叫 算不得什么 英文也叫 Dead are not 就是nothingness 就是 没有地 没有事 好像没有事一样 很有趣的翻译 算不得什么 中文形 英文 Dead are not 就是 nothingness 就好像神简算 主耶稣一样 很卑微的 被人轻视 从人的眼睛 算不得什么 教会当中 大部分人都是 平凡的人 都是一些 很普通的人 神 就是用一些很平凡的 俞书 收税的 当时 耶稣的年代 被人看不起 很平凡的人 甚至用这些 教会有些很单纯 很卑微 平凡的人 而保罗 以此 为荣 绝对不是说 你今天 死了 我在教会 我有 有智慧 我有 地位 我是 议员 我是有 辉族的 教会不欢迎我 绝对不是这种意思 圣经当中也提过 在 《小徒行传》 在十七章 三十四字里提到 有雅典 有刁尼修 十三章也提过 有一个总督 来求见保罗 然后也有很多 贵族的妇女 在《小徒行传》中提到 有很多有地位的人 都去到教会 我们的金牧师 已经安息了金牧师 社会当中有一个很崇高的地位 然而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权势地位 当我们去到上帝家中的时候 都是一个 很卑微的一个人 我们都是很普通的 工作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一个 特别的地位 但当我们去到神的家的时候 我们都是一个很平凡的 神就是简选我们 好像金牧师一样 以前跟我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人 不知道他 在社会上有很多地位 神就是简选用一些卑微的人 看自己是卑微 不一定他自己的 社会的地位工作是卑微 神就选一个自己看自己是卑微的人 就用这些人 将这个福音 显明出来 因为 因为 他要叫所有人在神的面前 都不能够自夸 自夸这个字 希腊文 应该是 to glory 叫所有人在神的面前 都不会去 人最大的罪 就是 quallify自己 这个self-quallification 就叫天使 成为 魔鬼 千万不要觉得 没有了我就不行 所以神就简选一些 是卑微的人 当我离开 以前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公司 的时候 我的上司 哎呀死了 你走了我怎么办 我走完之后 都继续帮我 需要的时候帮我做事 我又问教会 教会给我当时一个很 generous 的一个 的 他说 你回来教会做传送的时候 如果公司需要你 你都可以 去帮他做的 除了你喜欢做多久 所以教会很 generous 所以我现在合同仍然都说 你喜欢any time 你都可以回到engineering做事 第一年的时候 我尝试 我帮我帮他做 我也有帮他做 但一年过了之后 没有了 再没有就找我了 也没有再联络了 每晚都 所以我以为 没有了我不行 我以为没有了我不行 怎会没有了你不行 慢慢有人做这些事 所以今天教会 千万不要以为没有了我不行 没有了你的时候 一样 神 神不会是没有了你不行的 所以我们要来到 在教会服事的时候 一个的谦卑 神 只会用 谦卑的人 因为 他不要人自夸 gallify yourself 没有了我不行 所以神就简选了一些 是 noffiness的人 很basic的人 很平凡的人 以至他能够显出 大能 这个 夸口的应当是靠着主夸口 所以要 去荣耀的 不是荣耀的自己 讲道好厉害 做 领导 organize 很成功 你做这件事很好 你很厉害 你不行 这个就是夸口 就是to glorify你 我们只可以 glorify 主 因为他是公义 圣洁 和 救赎 神就简选了一些 是这么平凡的人 以至 他能够 显出他的大能 只要你感到骄傲 C.S. Lewis 是著名的一本书 只要你感到骄傲 你就不会认识上帝 一个骄傲的人 总是看不起 事物和人 当然 只要你不断看低他人的时候 你就看不到 好在你之上的上帝 所以 这是 神是 拣选一些 平凡的人 将他这个大能 献出来 以致 气鸣 不会去自己的骄傲 去 glorify 夸口 他自己 保罗 也说到 第二章 说 我们一个很软弱的 从人看上来很软弱的十字架道理 神也用一些很软弱的人 甚至 广告 广告 第二章 一到五节 广告 全道的人 不一定是牧师 我们每人都是全道 讲十字架道理 这是指着保罗 神 用保罗的时候 保罗 阿吓打保罗很厉害 当然 圣经有这么多的文章 这是很猛人 但保罗说 当我去到和你们讲十字架道理的时候 我又软弱 我又软弱 战经 保罗也是软弱 保罗很厉害的 保罗也是惊怕 保罗也会在战经打斗 今天我们请主要牧师 我们不会请一个又软弱 又惊怕 又战经的人 以前在公司的时候 我都有机会去interview 一些人来请公 请公当然要请 猛人 如果有人来建公的时候 我又软弱 我又很害怕 又死了 不可以 我们不会请他 社会上 对呀 我需要一个软弱的人 请来帮助我们 不可以 请一个要strong leader 但上帝 就是 保罗说 我是一个软弱 惧怕的人 我说了很多年 三十几年前 开始讲到 很长的时间 但我可以告诉你 每一次讲到我都很 战经 那一个星期 我都很紧张 昨晚都很紧张 师母说不要不紧张 所以师母说祈祷 不要不紧张 每一次都很紧张 每一次都很战经 每一次都要安德鲁等我 半个小时才在办公室 录音 每一次都说 I'm not ready 师母说 You are never ready 因为说完之后 下星期说又不同 我又改了 I'm never ready 每一次都很战经 每一次都很害怕 每一次都觉得自己 说得不行 神就是 神就是 有趣 幽默 神就是用那些 觉得自己不行 你觉得你行 神就不用你 当我未决定 接受 教会邀请我做主有牧师一寿 找一位 熟灵的长者 经常跟他祈祷 叫他为我祈祷 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每一次都说我真的不行 他说 对 你说不行 就是对 神就是用那些 你说不行的人 如果你说你行 我就害怕 神就是这样 有趣 只有当我们是软弱的时候 才能够显出 这个 福音的 大能 一个很柔弱的 从人 世界的角度来看 好似很柔弱的 十字架的道理 都不厉害 用一些 用耶稣都不厉害 这厌人出来 对吗 主要是与丰臀 丰臀 但去一些教会 那些人 都很平凡 哪有才能够 显出这个能力 今天我们不是说 丰臀丙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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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 我说的是性灵和能力 最重要的是证明 Demonstration 原文是Proof 证明是Proof Proof是什么意思 就是用自己生命的经验 来Proof 这是我整个早上讲的重点 这个信息好像很弱 不够厉害 用别人也不厉害 但厉害的地方 就是要用生命证明出来 为什么不厉害呢 大家可能不喜欢看综合格斗 偶像有时看电视 MMA 综合格斗 打得很厉害 如果整天去看 我不是整天看 整天看了 看了几年之后 你会觉得自己也能打 一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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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锁 看一看之后 以为自己也很厉害 有人来挑战你打 我可以 一出来不够十秒钟就被人拼坏了 不是的 我看了很多 我懂做所有事情 但这些你见到的 甚至你记住的 念了的 都不是你自己的搏斗 各个的能力 直到你一天自己去练练 将这些技术成为技术 才能够打赢 这个比赛 今天我们听了很多道 甚至教了很多道 甚至你是主学老师 或是在台上 讲道的 但如果这些所有说的十字架真理 只不过是你的口说出来的 话语 你不能够证明出来 Demonstrate Proof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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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会 消化 你就不能够带出这个 圣灵 和能力 保罗 经验过 上帝的 生命改变的能力 从一个罪人 成为一个 神所使用的使徒 所以他是经历过 所以当他经历过的时候 他说出来的时候 就有这个圣灵的能力 所以他看到他是一个罪人 罪人中的阿头 罪灰 因为他的生命 经历过 改变 为什么 你出来传福音的时候 没有能力呢 为什么你出来跟人说话的时候 没有那个能力呢 你可能很有技术的 技巧的 做很多的东西 但愿意 没有那个能力 因为你的生命 从来没有把你所说的东西 消化了 证明出来 Proof Demonstrate Manifest So Inforth 这就是原文的意思 Manifest Manifestation 证明出来 是从你的生命当中 证明出来 整篇讲道 最重要的是 为什么你这么弱呢 你的事奉 为什么你 说出来的传福音 越不弱呢 因为你不能够用你生命 证明出来 我们 叫人信的 保罗说 是 神的能力 圣上帝的公义 十字架的道理非常简单 又不简单 跟人看上来这么简单 便可以得救 用的耶稣也是很弱的耶稣 不是强的耶稣 不是强的耶稣 今天我们的教会 如果选总统 我们不会选的耶稣 用的人 亦不是强势的人 不是有很多学位 很有权力的人 很平凡的人 当然 神会用的耶稣 我们刚才提过 神会用的技能 但用的是心中谦卑的人 以至他能够显出 这个福音的大能 不是因为你的能力 而我们要是 能够有能力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首先 自己的生命 所以经常我和其他牧者说 你出来讲道 不是演讲 你是将自己的生命 讲出来 你没有那个生命 体验 你就讲出来 没有那个熟灵的 能力 为什么这么多人 很少人有这个感动 去传福音 没有说猜传 传福音 因为 不是很多人 是体验过 这个福音 改变人生命的大能 大家也知道 我是一个有这个热情 去传福音的人 几年 因为我看到 我和很多人 传福音的时候 看到很多人 信耶稣 很简单的福音 说出来 他生命的改变 每一次 我带一个人 信耶稣的时候 我就经历到 这个圣灵的能力 当我越是经历 这个圣灵的能力 我越是愿意 去分享这个大能的福音 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的 是大家去经历 体验 这个十字架 耶稣 这个复活的大能 我们出去说的 不是凭我自己的能力 不是凭我们的技巧 我们是主耶稣 这个被世人捍为 软弱如绝的福音 其实有一个 改变人生命的大能 我一起祈祷 主要帮助我们每一位 在这个勃某的世代 人捍为是愚绝的 但这个其实是上帝的智慧和大能 让我们首先自己体验 见证 证明 proof 消化 这个福音的大能 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 我们只能够出去 传港 服侍其他人 彰显你这个福音的大能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 很平凡 很卑微的器皿 祈祷奉 居于所有民旗口 安闻